戏台子都拆了 杨子在沉香如谢毫无借地 成名是门功课 很少有电视剧会像沉香如谢这么曲折 还没有开拍就已经演了一出大戏 女主角先后换过景田 白露、杨子 还有其他几位女演员 最后还是杨子担任了女主角 而人选问题争议了很久 才尘埃落定 另一面 沉香如谢的戏台子都拆了 大家以为没戏了 结果她突然开拍了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 这部神奇的剧 戏外比戏内还跌宕起伏 这部剧也是杨子青三行杀青之后 紧接着进的剧组 杨子的粉丝都为杨子鸣不平 认为杨子不应该接这部电视剧 后援会直接换黑色头像 抗议这种结果 但都是往事了 但是无论如何 沉香如谢已经开拍了 让我敬佩的是杨子的职业精神 真的非常优秀 虽然先前她有犹豫不定的情绪 但是一旦确认进组开拍 杨子就会放下所有的情绪 专心投入到工作上 对男主角也没有不满的情绪 从最近有关沉香如谢拍戏的路透图可以看出 杨子和陈毅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两个人打打闹闹 有说有笑 不愧是圈内好友众多的杨子 俗话说 干一行干一行 戏台子都拆了 杨子在沉香如谢毫无借地 成名世门功课 我是从杨子身上可以看到的精神 也希望能勉励更多人向她学习 这么多年来 杨子拍摄过很多电视剧 都没有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 对比其他艺人 动不动就表达不满 杨子这样的女演员真的很拉好感 而撇开这部电视剧之前的不愉快 沉香如谢还是一个挺优秀的剧本 加上有杨子的演绎 质量也会锦上添花 毕竟她的演技有目共睹 大家与其心怀借地 不如像杨子一样 用乐观的心态对待 兴许又是一部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作品 水基金 遇到变尾棒就算了